年聚餐时,来一道醋溜山药,酸爽解腻,全家人都爱吃 首先,将山药切成一元硬币的厚度,放入一大勺盐,抓拌均匀 然后用清水冲洗几遍,洗去棉叶 接下来,将山药放入开水中焯水两分钟,捞出备用 热锅凉油,放入葱蒜爆香,再放入青红椒配色 接着,倒入山药,加入盐、鸡精、白糖和白醋调味 大火翻炒十秒后,淋上少许水淀粉勾薄芡,翻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出来的山药,既好看又好吃 现在大家都知道,如何制作酸爽解腻的醋溜山药了 过年期间不妨试试看,让全家人都爱上这道美味佳肴